会产生一个执行这个批试档 然后会产生这个MD-Fi MD-Fi里面你预设你可能笔记本里面自动换航是没打勾 可能会跑到这边来 我建议是把那个格式的自动换航打勾 它就会折航过来 你找到MD-Fi 后面会有这个东西 MD-Fi 然后把它复制起来之后的话 接下来复制好之后的话 我们就利用这个MD-Fi去做注册的动作 那注册的话如果你照书上给的路径 书上给的路径就是这个原来的是这个 SignUp这个 这个我在懒人包里面也有 就是注册的这一个 那基本上呢 你照书上或者是照那个 一般的网络上分享的这个连结 它会找不到我们要注册的那个画面 所以呢 其实我后来就找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是V2版 那V2版的注册方式又不太一样 非常的复杂 目前好像网络上看到也是 很多工程师都一片的哀鸿遍野 因为不知道怎么做 目前好像没有比较正确的做法 那所以我后来又找到另外的连结 就是这一个 也是在懒人包里面 懒人包里面呢 记得找一下 这边有一个叫Google Map Enjoy Key 有没有V1 这边有个V1的这一个 这个是我后来找到的连结 那这个连结网络上好像还没看到 那有人分享正确连结 所以你点进去都是V2的版本 V2的版本一律没办法注册 一定要是这个版本才可以注册 我特别强调 这个是目前网络上你找也找不到正确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自己找到的这个正确路径 那你把它点开来之后的话 这一个画面呢才是V1的 这边是V1 然后呢底下你可以看到 移动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你同不同意这个使用权 因为呢 他每一次使用权